《中国文艺》 《中国文艺回味经典》系列节目 《中国文艺回味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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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又一天 一天又一天 迷迷不顾的童年 你什么还能够跋到山顶那一边 没有人能够告诉我 山顶有没有住着神仙 有没有 坐在一日子里总是一个人 面对的天空八蛋 就这么好奇 就这么幻想 这么孤单的童年 一天又一天 一年又一年 盼望长大的童年 一天又一天 一年又一年 盼望长大的童年 1980年罗大佑长达七年的医学生涯终于告一段落 他顺利地拿到了医师执照 然而是做一个医生 还是做一个音乐人 这是罗大佑告别学生的生活 走向社会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从一开始 罗大佑就以一个灵魂的医生 一个挑战者姿态出现 1982年 28岁的罗大佑发行了人生的第一张专辑 知乎哲也 这张专辑的流行造成当时台湾史无前例的自省风潮 眼睛睁一只 嘴巴呼一呼 耳朵遮一遮 皆大欢喜 知乎哲也这首歌具有强烈的失落闻名的忧伤情绪 批判了当今一些青年对现实生活冷漠逃避 置入网闻的态度 在开始录音以后 找唱片公司找不到 因为大家想神经病 出这种歌 戴墨镜 穿黑衣服 这歌我们都听不懂叫什么知乎哲也 什么练起来有1980这种东西 这种歌名啊什么这种东西 那是很怪的 后来我就跟邱富生跟张二佳组了一个制作公司 滚石上面正好 那个时候刚刚成立没多久 就早上的谈 他们觉得滚石也有心要做一个比较不一样的音乐 大家一拍即合 知乎哲也被评价为在台湾国语流行乐坛 投下的一个改变流行乐史的歌曲 面对社会的种种 罗大佑发出了他原自青春 纯真的声音 也正是知乎哲也这首歌 让罗大佑从幕后走到了台前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男性要想想到一定贫慕 捐大等待着 轻唱速化面乌 人是重道者 某国的质 spec 我怕雪月之 万朗万朗湖 所为鸣歌者 是否这些 回味经典 追忆青春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 过往的记忆将再次浮现 中国文艺回味经典系列节目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和您一起寻找青春 罗大佑的很多歌充满着温情 但是有些歌词又尖锐犀利 他曾经长期缺乏自信 甚至想要离开歌坛 转而又充满雄心 要让作品超越时间 传唱不休 罗大佑说他自己就是一个矛盾的人 也许正是他这种矛盾的性格 我们才有幸欣赏到 那么多风格准利的音乐作品 正如他当年永知乎者以 敲开音乐的那扇大门一样 爱人同志再一次轰动台湾乐坛 同时也惊动了香港乐坛 专辑里的曲目开始频频被选中 作为香港电影的主题曲和配乐 其中《练曲1990》和《你的样子》是阿郎的故事的主题曲和片尾曲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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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练曲19》 《练曲1990》和《练曲1990》和《练曲1990》 《练曲1990》和《练曲1990》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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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